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做梦内容都是我所担心的事情的最梦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事情里面就谈到一个关键点 就是到底这个事件就是我们说的有关青少年的解决方案应该怎么处理 就我们先回到就是所谓社交障碍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了怎么来解决社交障碍的问题 其实真的有问题的时候社交障碍我们常常讲 就是要解封自己的社交焦虑 这叫解封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当然是什么 他原本因为社交障碍他完全逐不出户 这时候可能就要鼓励他一点点 就是说外面世界还是有你可以探索的美好所在 那你也不要规定他说 你就给我都出去啦去晒太阳什么 那这样他反而可以看你 你就说那我就陪你出去看 所以第一部一定要陪他先走出去 所以假日带他出去走走 对或者甚至平日的时候常常家长如果有心 你就放弃或者放下你那些老人的工作 那些其他无谓的社交 你自己的小孩才真的要跟你社交 你都不跟他社交 等他去吃顿饭 对这是一样就鲑鱼啊 类似这样子享受一下 把那个马路上的餐厅名字全部拿出来 然后一间间吃完 这个也是或者在还没吃的时候 先跟他做个这样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或许他会觉得说 对我爸妈不会因为我的社交畏惧 他就跟我畏惧 他反而是跟我更亲近 所以就慢慢的融化他 融解他那个坚固的心房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就开始做这样子一个解封动作的时候 你可能要请他怎么样 慢慢的去了解到说 对我的社交不是只有针对人而已 我可以先从什么 先从动物啊 先从其他喜欢的事物 这样开始着手起啊 慢慢的去接触到是人群这一回事 比如说你喜欢动物 那我们要不要跟动物相关的这些 比如说你认知的这些朋友们啊 长辈们啊 或者网络上的人 可以有一些交流的经验 动物也是一个很好的抒压的 是啊没有错啊 因为你是人群恐惧 你又没有动物恐惧或植物恐惧嘛 这样子嘛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做一些引导 跟注意力转移转向 那第三步才是怎么样 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现在去看我 讲到这件事我真的有印象 因为像最近我们做捷运的时候 那捷运不是有那种看板吗 然后我有注意到有一次呢 我在等捷运的时候 发现到所有在排队的人 都很专注在看一个特定的这个节目 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每个人眼睛都看 因为有时候大家不会看嘛 看手机 就非常看 原来在讲那个狗的那个交往 就是大家怎么去 这只狗怎么照顾小孩子啊 然后小孩子跟狗的互动 就是一个广告 其实我不知道广告到底是 为什么事情广告 印象很深刻 就是很可爱的一只狗 然后就是歪着头看镜头 然后他的四组能讲 他自己跟狗之间的往来 我很意外的事情是 几乎排队的人 不论他年纪多大 都在专注看那个广告 所以狗的这种动物治疗 确实好像在很多地方 是有他的效能 为什么你跟人接触的话 你会在乎人的评价 你跟狗接触 你会在乎狗的评价 狗是无限的付出 对而且像我自己的话 我们就是养猫咪嘛 那你就看到猫咪 每次带你回家的时候 就铺上来就觉得 瞬间那是被疗愈的感觉 那是我们这里的医师 猫已经被蓄裂会铺上 像我的亲戚的猫是见到 猫还是比较互主的 这样的情况 因为平常要喂他 要跟他有关系良好的 想跟他有点互动的时候 那是比较像是老虎的感觉 所以第三步就是怎么样 我常说社交不要到过度 你不能因为本来是 极度不社交到极度社交 所以第三步叫做 选择性的社交 挑自己觉得说 可能跟相处的时候 是有帮助的 比如说发现到他喜欢 打桥牌 或者他喜欢 放风筝 那或者记得放风筝 记得风不要太大 不要神绑到小孩子 飞上天 这种小话 就是这样子去探索 他小孩子比较喜欢的东西 比如他喜欢烹饪 那就带他去烹饪班 之类的事情 类似这样 就以什么来会友就对了 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共同的兴趣跟志向 所以这时候会产生一个同温层的一个 温暖的一个正向回馈的感觉 让他的焦虑感就会向下 在他这边可以得到正面的评价的时候 他的负面自我形象也会慢慢的减少 慢慢的建立起自己 积极正向的一个自信心跟成就感出现 郑林医师 我们这样讲 会不会觉得有人觉得做父母好累 本来想生小孩就不生小孩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可是没办法 你要不要给他疗愈一下 你身为父母亲说真的 我常说没有你就不要生 那生出来你就会负责 那一样道理 我们社交交流 我们提醒他说 你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也要自我负责 不是自我谴责 是在这边用意 这年医师鼓励是大家还是赶快做父母亲 再不生台湾就没有小孩 所以我们的解开之道大概就这些动作 解封 那问题来了小朋友直接就是睡眠上面就有问题 那我们今天谈这个睡眠的保健之道 据了解这年医师你们这次做了一个研究报告 没错 因为其实武汉肺炎这一年在去年 相信对大家不仅造成生理影响 还造成很多心里面困扰 尤其我们在看去年健保资料互动 其他科包括小额科 额皮尤科业绩都下降 对啊 结果只有什么 只有身心科跟所谓的这些慢性科别 它是上征的味道 就可以提醒大家或者告诉大家 在这段期间其实压力越大 你的睡眠困扰可能就越多 所以我们根据去年的这样一整年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在门诊里面 大概收集了将近420份的一个有效问卷 来去看说 你比较一下武汉肺炎就2020年 跟你2019年的睡眠有什么差别 发现国外的比例 因为国外疫情比较严重 是高达4成5到5成 台湾还不错 是怎么样 我统计大概就是2成到2成5之间 所以有影响 但是影响是国外的一半 可见防疫成功 还是可以让我们安心入眠 因为睡觉就是需要安心 要安脑 我常说大脑要放空 身体要放松 可是我们从这份文件 400多份文件也可以看得出 仍然有2成但2成5的人 因为肺炎 因为疫情这个关系 他仍然受到心理的困扰 仍然受到溃眠的困扰 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于怎么样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 就像杰明科讲的可以睡没有错 但是睡不成啊 睡到一半就会醒来 这个大概占了4成左右 而且他会不断的纠结 就同样的事情他会不断的纠结在你脑袋当中 有 那你明明就是说我要睡觉了 可是他就不断的纠结 这个其实是这样子 在国外这个我们叫COVID dream 叫做新冠梦业 或者叫新冠噩梦 那台湾的话 我姑且把它认为是新冠压力 这个梦境呈现 或新冠压力梦这个情况 因为他做的不会梦到说 隔离啊 或者被得病了啊 或者再度复发 台湾做的梦比较就是说 我担心会不会有周遭人得到 或者是说 我会被如果没戴口罩的话 自己会得到 他会想到这个 那想到这个情况 就像杰明哥刚才呈现的 你睡是可以睡 但是你睡不成 所以你可能睡到一半就会醒来 醒来就会发现说 哇 世界怎么清楚 完了 再也睡不下去 真的 很多都是因为这样来看着 你知道 第一件事因为我们早上要早起 所以谢谢我在主持广播 所以我们早上五点多就要起来 所以我前天晚上 一定是可以秒倒的人 那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那但是因为工作关系 我们要常常读大量的新闻 那有一些新闻呢 它很莫名其妙的 就会在晚上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而且会纠集 比如说联合报一直有一个新闻 就是老公寓怎么坐电梯 因为很多老人家 真的他就是窝在他的四公寓 四平大的面积 他脚不方便 你知道我整个晚上 都在想着电梯怎么坐 然后我的梦境就是我坐 因为我们是那种四层楼的老公寓嘛 然后我就开始那边算 这个公寓这个电梯要怎么做 怎么改造 这个事情也可以半夜让我就是 直接一直做同样的梦 醒来了不要想继续做继续梦 可见你太在意了啦 日有所思 真的 而且常常就是那种某种新闻 它其实就是白天已经 因为我们又要上节目 要做电台 其实我们脑海中有太多的资讯 就集中在脑海中 那有些我脑海中的是 没有办法消化的时候呢 就进入我早上的梦境 然后我就不断的去钻那个牛角尖 然后最后早上起来就是 可能会口急 我口急一定是昨天晚上 已经有状况 没有睡好 有这种梦 对这个件事也被我太太发现到了 他说你是不是昨天被刷 怎么知道 那我都说没了 我睡得就好 其实很可能就是我们白天太多资讯了 所以这种武汉的睡眠的问题 会不会造成你生活中的一些困扰呢 等我们就要来好好讨论了 就是睡眠这件事情 对人有多重要 因为我们访问过很多的医生 他说呢 其实你身体要好 就两件事 水要喝得够 睡觉要睡得足 其实你身体就健康了 好像很简单 但是困难就在这个地方 就睡没了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我们等会请教正典医师 这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 欢迎等来新闻 Bunking三位杰明 我今天访问的是台湾医院的正典医师 来到我们现场 那我们在前面有谈到一件事情 说这一波武汉肺炎的一个状况呢 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小儿科的门诊是大幅的减少 的儿比后科也是 因为大家都戴口罩 戴好戴满 所以就各种传染病就没有 所以我其实有心愿 有一天新冠状病毒结束之后 是不是台北捷运跟公车 还是至于戴口罩呢 那我不想太多 但是话说过来 就是说这些事情呢 其实造成了大概20%以上的民众呢 他们是有睡眠上的障碍 所以他们寻求身心科 跟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 这个也有明显的看到 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之一 或者你根本也跟新冠状 这个疫情没有关系 但是你有其他事情 让你睡不着觉呢 像前阵子我家 这个门口有个灯啊 因为过年前我都习惯性 把整个房子呢 灯没有亮的把它整理亮了 那该蜘蛛师的 因为透天柱嘛 我各领我蜘蛛师啊 那有蜘蛛的 清一清啊 那我家的我的 那个玄关的灯呢 它是两组灯 就是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有两组灯 那其中一组呢 它就是不会亮 然后我就换了那个 就是变压器啊 该做都做完 它也不会亮 那这种小事 你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吗 到了半夜 它又进到我的梦里面了 所以梦里面就有 请到各式各样来帮忙 然后细节怎么做 然后我在下面房间怎么研究 然后就 对 晚上真的睡觉很忙 那最后你说 那个灯泡有没有修好 还是没有 对 大脑被修理了 对 因为我发现 我做任何事情都没有 我发现到是 全周 可能全周有问题 因为毕竟也十几年了 难免有一些设备 是要改进的 这连这种小事 都会进到我梦里 让我晚上睡不着觉 因为我 为什么 我知道原因是因为 过年这件事情 对我们这老一辈的人来说 它是一件极为在意的事情 没错 他会去叮咛 比如说 衣服不要设在 隔夜不要设到这个 这个外面 那半夜十二点 要去这个点蜡烛 然后 然后就 然后什么东西 菜要怎么准备 过年垃圾要怎么处理 你总是有那种 乌鲁木齐堆事情 这个我们家人 也特别有这样的焦虑 那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没错 所以睡眠这件事情呢 现在男女求诊的状况 是 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比例 其实 不管是男女 或者是老少 其实 睡眠障碍的状态 其实比例都几乎是一致 大概就男生比女生 大概都一比一 然后老人家 小孩 当然 小孩会比较多的 不是因为睡不好 是因为睡太多 或者乱睡 老人家就是 真的是难入睡 或者是容易心 所以各有各的睡眠障碍 那其实我最重要要提到在武汉肺炎这段期间 重要是怎么样 其实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睡得好的人跟睡不好的人比较起来 说真的 在美国 就是卡内基美农大学 他就做一个研究 就是说如果睡好八小时的人或七小时的人 跟睡不饱五个小时的人 得到怎么样 感冒病毒的人 得到这些流行病的 他的几率会多三倍 是这样子 无法正常入睡的人 他本来就有睡眠 让人更惨 就多五倍的几率 会遇到生病的这个情况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们现在不是在疫苗就已经开打了吗 他也有做一个疫苗的研究 就是说在德国了 2013年 也就是说给这些20岁的年轻人 哇看起来很勇对不对 好你打疫苗 他给他打的是A肝疫苗 然后呢 一半的人 就给他晚上正常睡觉 就睡好睡满 那另外一半的年轻人就说 好你去上网路啊 你去做其他事 你用晚上不要给他睡觉 就惨了 发现那一半晚上不能好好睡觉的 经过一个礼拜之后 发现他们的抗体 哇同样都打疫苗 那个被剥夺睡眠 他抗体只有正常睡觉 要睡好睡秒一半而已 到三分之一 所以打完疫苗 说真的啦 大家还是要什么 好好去睡 你把你的抗体 慢慢的给他用好用满 给他弄到正常的浓度 或许也是抵抗武汉肺炎 再度去新 再度这样复发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 免疫治疗的一个武器 好那 就问题来了 他就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那到底睡多久 什么样的 怎样的睡眠 好像我们的手表 都会告诉我说 你真正足睡 比如说我睡了八个小时 但是他说 生眠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甚至生眠时间就五十九分钟 我睡足七八个小时 就跟他跟我说 我的生眠时间 竟然只有一个小时 那其他都浅眠 好大概有四五个小时 到六个小时浅眠 然后中间醒来几次 这是我的这个手表 告诉我的讯息 所以我就第一个问题 到底生眠时间要多久 这个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睡眠不够 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杰明哥提到 第一个问题之后 大家都会有深度睡眠 要越睡越多 这样一个迷失 事实上不来 深度睡眠 我常用比喻成就是 就是一个 你这样一个大脑 或者一个防止的一个结构 钢筋水泥来讲 深度睡眠 就是只是钢筋 就把它固定住 但钢筋绝对不是整个 都是钢筋建筑 你外面还是要这些 水泥啊 石子控啊 砖块 就是浮处 对 这就是所谓的浅眠 所以 深度睡眠 占整个睡眠比例 大概呢 统计来讲 就是大概 两成到两成五 那我这样就对了 也就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状态 但是不要低于百分之十五 也就是说不要低于 大概七分之一 那高呢 高过三分之一 我跟你讲 你只是越睡越累而已 因为你起来 没有办法叫做refresh 因为睡得太沉了 睡到没力了 睡到瘫痪了 这个情况 所以一般就控制在大概 就是两成到两成五 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这是最理想的一个 睡眠分布状态 其实浅眠也有睡 为什么浅眠也有睡 至少它都有在修复 只是在深度睡眠的时候 可能那些记忆是为了要重组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你深度睡眠不够你隔天起来就走 好像注意力不集中 精神幻散 记忆力不好 就在这边 深度睡眠最主要为了要重组你的记忆 或者强化你白天的记忆 所以杰明哥有时候会怎么样 你看你会有那些类似的梦境 就是在深度睡眠之后 到了一个动眼期 才会出现那些梦境的反应 因为深度睡眠 再把今天书的讯息 对 你把鸡的太牢了 然后他已经该要放开 却不放开 然后在浅眠的时候 动眼期全部都放开 所以怪不得是三四点以后就开始 因为真的很精准 我一看手表大概就三点多 我知道心里有事 就是不是心里有事 就是说如果白天读的资讯 造成晚上要做梦 然后我醒来 因为这梦醒来 反复醒来之后 一看时间大概就三点多 所以我经历过了十二点 一到一点的深度睡眠 原来是这个结果 可是我觉得 这你意思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我真的很好奇 深度睡眠可以训练吗 因为我不能去控制 我的深度睡眠 这个很难 为什么 因为深度睡眠 是从我们的叫自律神经 自己运作结果 跟夏至秋的睡眠中心 来取得一个 对你一个睡眠最有好的 修复的一个方式 要训练方式 说真的 我常常就提醒 就是白天过得好 晚上就睡得好 白天过得好 白天过得好 要怎么样 就是我常常讲 运动活动劳动互动 就好好的动 晚上就不会乱动跟躁动 就让你大脑真的能够放空 身体真的能够放松 就会进入到深度睡眠 我最近把我的手表的 那个步数 从八千步一天 调到一万步 就是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走路 当然是希望每天都会达到 但目前为止 大概都还可以达到 所以你意思说 其实白天你有充分的运动 可是上班族会说的话 我每天都上班 忙得要死 我怎么可能会有运动呢 那怎么办 这就是变成恶性循环 我白天都是上班 有压力 没有运动 然后吃完饭 我就睡觉了 所以晚上就睡不好 第二天呢 那就更累 就变恶性循环了 对 那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是鼓励 在上班的中间时间 或者下班时间去健身房吗 是一定要 不管是进健身房 这种比较重力的训练 或者是去走动 或者有一点类似小跑 像我自己的话 就会去游泳 类似做这些有氧的 这样运动的时候 这时候都会让你什么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去提高自己的疾难力 因为说真的 睡觉也是要好好睡 你要有力气睡 很多人觉得说 我睡觉是弄到瘫痪就睡 没有啦 所以要自己安排时间运动 这也很重要 好我们先 Hill Con姐 今天非常谢谢 正典的意思 来到我们现场 谈你 有没有睡眠障碍呢 好我们先Hill Con姐